业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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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集合啦 动物森友会 发售一周多了 总结一下就是 相逢啦 我已经完全沉迷了 我昼夜不分的在玩 我的黑眼圈 已经快跟狸猫一家差不多了 New Horizons 在国内这么火 应该是因为 这是系列首次官方中文化 和宝可梦以外的好多任天堂第一方系列一样 这次终于成功地在Switch上和国内玩家见面了 《动物之森》确实是一个过家家的游戏 你只需要钓钓鱼 抓抓虫 挣钱买衣服 买家具 买玩具 还贷款 换大房子 然后换更多贷款 就像我们的人生一样 但这一代和过去最大的差别就是 DIY建造的自由度特别大 你可以设计图案 衣服 制作家具 还可以做手机壳 来 给大家表演一个过家家 一个月黑风高的雨夜 一双摆放整齐的破旧靴子 周围没有脚印 死者在几步开外出倒地 身后却留下一排脚印 溺水身亡 横死马头 凶手究竟是 诶 没有人演凶手诶 目标出现 目标出现 准备收网 请动 追逐打闹 互开玩笑 所有人在游戏里都是友善的小可爱 就算你在留言板上写了 傻屁 或者画了个屎 都只会觉得 好可爱 好好玩呀 就因为这个游戏 我一口气把这个Switch账号的好友 加到满上线了 动物之森里的创造虽然没有那么自由 但是也没有男的很吓人 而且你就算设计不好什么复杂的图案 你也可以用这个工具 Animal Crossing Patterns 把图片转换成像素化 然后用Nintendo Switch App 扫码导入到游戏里 方便 动物之森的细节多得令人发指 好多地方仔细到让人觉得 这有必要吗 游戏里的语言叫做 嗲嗲语 听起来就是 虽然我完全听不懂 坑定是在商量怎么坑我 但一上来就给我一种很熟悉的感觉 并不觉得是一门陌生的外语 有时甚至觉得 我能听懂一些词了 那是因为 动物之森对这门没有人听得懂的虚构语言 也做了本地话 除了文本翻译很地道 还特地针对不同语言的音高和节奏 对滴滴语进行了优化 还有好多 比如这盏落地灯 灯光会在窗户和镜子上跟着有倒影 窗帘可以挨关 阳光和时钟也和现实里一样 随着时间流逝而变化 还有这个 首题唱片机放出来的音质 竟然没有积木音箱好 我为什么要说竟然 这在现实中 不是很自然的事情吗 到了户外 可以把椰子种在沙滩上 在树荫下摆一张吊床 放一杯椰子水在床头 再做一个贝壳喇叭放在旁边 播放一首金曲唱片 KK 浪明哥 随着各种店铺慢慢增多 居民逐渐聚集 流动小摊贩和各种角色 光临你的岛上 大约80个小时后 整个小岛都可以随意修改 我刚刚讲到的这些 可以简单的总结为 New Horizons 在传统动物之森的前面 加上了一段几十小时的Minecraft 所以呢 这其实并不是动物之森完整的样子 你大可把动物之森 当成可爱版Minecraft来玩 游戏呢也准备了相当多的东西 可以让你收集 有一整个小岛让你装饰 但动物之森之所以经久不衰 拥有庞大而忠实的粉丝基础 其实并不是因为 鱼的种类多 倒买倒卖 加装布置 或者是自由度高 开荒剑岛这个环节 只能够说是游戏的序章 只有当你的小镇热闹起来了以后 这个游戏才真正开始 其实动物之森最大的魅力 在于它的居民 没错 就是那个几乎所有人都快忘了的 标题里最重要的 动物两个字 这是一个跟小动物们做朋友的游戏 游戏类型是社交模拟 也就是用单机游戏中可爱的小动物角色 模拟你的朋友 你的家人 你的社区 我的村民小向大大 热爱健身 从早见到晚 所以我送给他一个我用不到的拳击粥 他非常喜欢 然后他也送了我一个回礼 新来的猫咪阿盼 有一些八卦 问我爱玩什么运动 爱吃什么零食 我选了排球 但他不会玩 但我们都喜欢巧克力 看来以后我们有机会变得更要好 至于这位热爱粉色的猩猩阿四 目前跟我的关系比较一般 也许有一天 他会想要离开宁可拉道吧 给小动物们送礼物 然后想干嘛干嘛 在游戏里的这些琐碎日常 对你的收集百分比没有帮助 也不能让你的存款增加 也不具有挑战性 但这些活动是我最喜欢的 在一个虚拟的小岛上 我获得了生活的仪式感 比现实生活更精致 更爱自己 更爱生活 多亏了各种衣服 装修和布置的自由 动物之森里的我 更像我自己 动物之森系列有一个最有名的玩家 他的名字叫做Odi 今年呢已经88岁了 Odi在四年里 几乎一天都没有间断的 在玩动物之森New Leaf 他总共在这个3DS游戏上 花了超过3500个小时 这也是他的角色Odi 这个是他的客厅 这里是他的playroom 这个小镇的每一个角落 都变成了Odi自己喜欢的样子 而这个可爱的小动物 就是他最喜欢的村民 一个很暖心的事情 在新的Switch版动物之森里面 新增了一个村民 就叫Odi 希望你们也能遇到他 像这样可爱温情的故事其实还有很多 我自己也没能躲过 被动物之森治愈了 我刚开始玩动物之森New Leaf的时候 就发现那些小动物们 老是莫名其妙地就开始夸我 当时我就说 这些XX也太假了 现实中哪有人是这样的 这有什么可夸的吗 哎呀你穿这件衣服好好看呀 你抓到什么什么鱼了 不愧是你呀 但是后来我就接受了 而且越来越受用 到这次的New Horizons 我就很习惯小动物们的夸奖了 直到我玩到了第五个晚上 我照旧忙于抓鱼捕鱼 经过自家大门时 忽然听到一阵歌声 回头一看 是一只粉色的小章鱼在河边唱歌 我跑过去 哦 它竟然在唱KK Flaming歌 我突然反应过来 原来它听了我在沙滩上放的音乐以后 学会了这首歌 还洗脑了 然后 然后 它说要送我一首歌 柠檬水 简直是专门给我写的 完蛋了 是被戳中的感觉 当天夜里 情难自禁 大喊一声 我也想要有人对我好 随后 从两点哭到了三点 从今天起 张丽娜 你就是我孝宁子 最好的朋友了 人们热爱MMO RPG 或者是其他网游 其实很重要的一部分 就是因为它的社交属性 它独特的社群氛围 会让活成孤岛的现代人 找到归属感 缓解孤独 可是 这有时候 不太牢靠 我是一个有些害怕 互联网联机的人 害怕在团队战斗里 拖后腿 或者被甩锅 可我也同样会感觉到孤独呀 那怎么办呢 单机游戏 可以社交吗 动物之森告诉我 可以 江口圣野 动物之森系列创始人 曾经分享过 他早年间 独自搬到京都任天堂 工作生活 离开家人 告别朋友 十分孤独 那时他发现 帮朋友一个小忙 给家人寄个小礼物 会小小社区 增块砖 添块瓦 就会有归属感了 他想重现这种感觉 围绕家庭 友谊和社区 于是就有了 动物之森 每一个节日 你都可以跟小动物们一起过 他们从不吝惜礼物和赞美 日出 日落 春夏秋冬 你可以尽情投入其中 也可以任性离开 小动物们会记得你 会想念你 动物之森 是一款做给孤单的人的游戏 或者说 当你感到孤单时 动物之森里的小动物们 可以陪伴你 而当你找到你最喜欢的 小动物村民的时候 找到属于你的张丽娜的时候 欢迎来到 动物之森 留下你的三连 小宁子祝你早日收集 所有化石哦